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叫一锅香 食材的搭配和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把三个鸡蛋打成蛋液 这是一道非常普通的家常小炒 特别的下饭又好吃 载洗干净的青红小辣椒顶刀切圈 辣椒选用的是青红满人椒 如果有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些红小米辣 红小米辣的辣度比较辣 载洗干净的大葱一根 选用半根葱白就可以 把大葱用刀一切四半 然后顶刀切成葱花 切至大葱花时切得尽量的碎一些 这样在炒制时能更好地激发出大葱的葱香味 切好的大葱花和青红小辣椒放在一起 这是一块新鲜的五花肉 首先把五花肉的猪皮去除干净 因为今天咱们要采用的烹饪手法 是五花肉选用生炒的烹饪方式炒熟 如果要是带皮炒制会影响五花肉肉质的鲜嫩 口感 把五花肉切成一厘米厚的片 然后把五花肉顶刀切成小薄片 咱们今天做的这个菜一锅香 所有的原材料切的都比较碎 这道菜的出品可以用馒头夹着吃 也可以拌米饭吃 味道真的非常好吃 所有食材准备完毕 下面给大家详细解释制作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这一步咱们要炒制鸡蛋 在锅中的油温达到六成热下入蛋液 炒鸡蛋这一步一定要把鸡蛋炒的老一些 因为鸡蛋火候炒的老一些 鸡蛋的口味更香 而且在炒制鸡蛋的整个过程中 要用勺子不停的把鸡蛋打散 炒出来的鸡蛋成品块要碎一些 把鸡蛋炒好以后倒出备用 锅中加水把锅刷洗干净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菜籽油 炒这道菜最好选用菜籽油 菜籽油的香味比较浓 在锅中油温达到七成热下入五花肉片 把五花肉片煸出猪油煸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整个煸炒五花肉的过程中 没有一点粘锅 在这个环节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在煸炒五花肉时一定要记住 锅要热油温一定要高一些 这样在煸炒五花肉时 它一点都不会粘锅 掌握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下 加入青红小辣椒和大葱花炒香 背部一定要选用大火快速的爆炒 让锅中的食材快速的受热 发挥出食材本身的香味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生抽酱油一定要选用增鲜味型的 而且在烹生抽酱油时一定要顺着锅边烹入 下入炒好的鸡蛋采用大火快速的爆炒 把锅中所有的食材快速的翻炒均匀 加入少许的精盐增加底味 依然采用大火快速的把调味料翻炒均匀 这一步一定要大火炒熟锅器 即可出锅装盘 大家可以看一下菜肴的出品非常的有食欲感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在家里试一下 味道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如果按照我的方法炒出来不好吃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 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